早上7点32分 带给您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乌克兰最新市警俄罗斯将在动员50多万名新兵 乌克兰军情局副局长指出 俄罗斯总红普清无意停战 预计最快冬季假期结束 也就是1月中旬或是战争 届满一周年的2月下旬的时候 宣布新一波的动员令 此外 华尔街日报指出 最令人期待的鲍二主战车也将投入战场 报道引述消息来源称波兰正在考虑 要将陆军所有的240辆鲍尔A4原屋 足够装备两个坦克绿 另外可以看到普清宣布停火36个小时 却说话不算话 乌克兰各个前线小镇持续遭到抛击 小心翼翼走在破碎瓦砾上 表情凝重 放一望去只看得到满目创意的建筑物 这是乌克兰前线赫尔松的儿童医院 才刚讲完没多久 远处就听到爆炸声 医院人员很无奈地说 尽管普清宣布停火36小时 却又说话不算话 前线小镇随时被轰炸 巴赫姆特的长辈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炮声中慢慢走到市中心 排队等着行动邮局送来微博的国家养老金 而位在鲁干斯科的乌军 也痛批俄军根本不可能停火 而且没有针对性 随机滥炸 其实1月7号是东正教的耶旦节 但今年却没有什么好庆祝的 所有乌克兰人只盼胜利的那一天到来 原本可以好好庆祝的耶旦节 乌俄两国却两样情 一边大肆庆祝 一边只能在炮弹雨林中 躲在狭小房屋内祈祷和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